好立委選舉雖然已經結束了 但是潛艦國造洩密案 還是持續發酵中 前海軍顧問郭喜呢 緊咬著國民黨立委馬文軍賣國 那麼他今天早上九點半 就帶著兩項新事證 來到高檢署案領申告 我們先來帶你聽一下他怎麼說 韓國的第一個法院 已經已經 已經給了最新的判決書 也就是說我們國家的海昆艦 所有的設計圖 是我們自行研發設計的 我們自己的智慧財產權 韓國的法院已經證明 他們的韓國的那個潛艦 潛艦的所有的機密資料 並沒有洩漏給台灣 而台灣所有的設計 所有的相關的設計圖檔 設計資料 全部都是由我們台灣自行研發設計的 那這一點已經證明 足以打臉馬文軍所說的 說我們會 我們的海軍號會鬧國際笑話 我想真正鬧國際笑話的應該是馬文軍 自己的國防 國會議員國防委員會的主席 洩漏自己的國家的機密 這是全世界唯一的唯一有的 那我會進我的餘生會一直追著這個馬文軍 好我們可以看到 郭喜這一次帶出了兩張新事證 第一個是韓國地方高等判決書 再來就是韓國檢察院發布的新聞通訊 講到親中立委有洩漏機密 郭喜就點名說這個親中立委就是馬文軍 而郭喜稱他掌握了馬文軍這兩個最新的事證 證明馬文軍有辮詞造假 所以告發立委馬文軍外患罪 希望高檢署可以掌握這兩個最新事證 儘速辦理 以上是目前最新